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所谓的去除污名的行动 那后来大概有将近十多年的时间 也是从是进行这个所谓的媒体跟精神障碍污名化的这些相关的研究 那包括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所谓污名化的情形 以及这些弱势团体这个相关的精障团体 他们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去去除污名 那还有包括在传播教育可能要经过什么样的一些调整 才有可能去降低这种所谓的污名的报道 所以看到这样的一部戏的出现 其实是非常非常欣喜的 因为对我来讲 跟我自己长期从事的研究 或者长期这个从事的社会参与 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关联 那当然这部戏里面其实谈的议题非常广泛 包括刚刚谈到媒体精神障碍 也谈到这个死刑费死相关的议题 那当然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挣扎跟冲突 那对于我来讲 不管是死刑也好 或者是对于精神障碍也好 或者是媒体这个部分里头有很多细致的冲突 大概在我的经验里面 或是我自己的观察当中 也都有很深刻的感受 那其中对媒体的部分感受特别的多 所以里面有非常多的经典的台词 我相信编剧或者是导演 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再去揣摩 再去了解再去准备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 但我觉得在里面非常经典的一个台词 就是有关于新闻报导 到底要报导给谁看 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句话 其实是在某个电视节目 那我跟这个电视节目的 这个当天的主题是在谈有关媒体的问题 那主持的这个 这个主持人其实也是非常资深的媒体工作者 其实我们在里头就在谈一件事情 就是哇大家都觉得这个新闻报导 特别是电视新闻报导是新三社 然后好像那个水准都很差 那新闻记者也充满了非常非常多的无奈 那当时在那个现场主持人就说 其实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 就是新闻是做给这个国中生看的 所以他只要做给国中生的这个程度的人 所以他不会有太深的东西 也没有办法有太深的东西 那当上其实我就非常不太认同这样的一个说法 就是的确有新闻可能是要做给国中生看的 或者是做给所谓的七岁的孩子看的 可是这个并不是说要做的所谓的程度很差 或是这个水准很低的这样的一种解释的方式 而是他应该要把这个所谓的高深监设复杂的这些议题呢 做到连七岁的孩子 做到连国中生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人 他都能够看得懂 简单来讲 他其实就是一种说故事的能力 跟说故事的这个技巧 就是作为一个媒体人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 我常会跟我自己的职业大学老师做一些类比 我常说不管是记者也好 或者是新闻工作者也好 我们其实都扮演一种角色 这个角色叫做德陶 德陶是什么 就是在鸡桶旁边 他可能请示他们所认为的神明之后 他必须要有一些神明的指示 必须要告诉这个信众 但是因为德陶讲的话 其实我们都听不懂 所以他旁边就必须有个角色叫做德陶 德陶就是专门要去翻译德陶所说的话 或是所谓的神的话 我常用这样的比喻在说 作为一个大学老师也好 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也好 他就是要把所谓的神的话 转译成为一个人的话 那简单来讲 这些工作其实就是一个转译者的这个角色 那所以他不是要说 做给所谓的国中生程度看 所以我们做的水准比较差 或是我们不需要谈太深的议题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我们要转换成 让不同的年龄层 不同的背景的人 不同的知识的这种所谓的经验的人 他们都能够看得懂这些重要 重大复杂的这个新闻的议题 不过话说回来要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 就是你必须要去懂这些议题 那你必须要去深刻的去了解这些议题 或是刚刚谈到的这些理论等等 可是在现实上面 大学老师相对之下 可能还比较有多一点的时间 可以去做这种所谓的转译 做这种所谓的转化的过程 可是作为一个新闻 或是即时新闻的工作者呢 其实他大概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 能够去做这样的一种 比较深刻的去了解这个议题 因为很多时候电视台 他大概记者有时候 必须要一天做四折 或是要做三折的新闻 即使你只有做两折好了 做这两折新闻 其实你光是扣除掉 这个所谓的来去的交通时间 要去做多元的这种采访 你都根本就不够了 你怎么可能还有时间去转换过来 所以这不是一个单纯的 说书人说故事者的议题 他其实是一个说故事集团 这个大型的 这个所谓的背后的生产的过程 包括他的主管 他的老板是不是愿意提供 这么多的时间 这么多的资源 让这些记者能够 好好的去了解这个议题 或者是他有没有相关的 后勤的这种所谓的支持者 例如说会有一些编辑 或者是一些资深的 这些新闻工作者来去协助 来帮大家 帮记者把这个议题给转译过来 或是老板愿不愿意给 这个所谓的劳动条件 比较好的状态底下 让大家好好的可以去 产制这个新闻 因为道理很简单 因为我刚刚讲过 你要去把一个东西了解它 并且转译成为 大家都必须能够听得懂的方式 它是比较困难的 他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 那这个老板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关键 所以我想这部戏 其实有很多很多跟 新闻传媒的实物的运作非常有关 以后我们在节目当中 也会陆陆续续的 来跟大家做一些讨论 跟大家做一些解析 那当然如果大家有机会 也可以去看这样一部戏 好 我们要回过头来谈 这个礼拜的新闻 然后这个礼拜的第一个新闻 也是跟新闻传播 传媒是有关的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一则报道 多位大学新闻传播系所学生 下午在台师大举行记者会 并贴出密密麻麻的联署名单 因为日前中天新闻台节目 出现麻洞农民将200万顿 文旦丢水库的言论 NCC认为违背事实查核 开罚100万元 但社会正反意见两极 有学生展开联署 不到一周时间已获得全台超过 45间大学新闻传播系所 600多位持生力挺NCC 我们现在对一下这个环境是焦虑的 那同时新闻媒体的组织 跟NCC的关系也很紧张 那我们之首会站出来是 我们想要重新 把我们在学校所学的新闻伦理 我们再重新的声明一次 也是希望借由我们这种他律的角色 去督促所有的新闻前辈们 可以在下标或是在采访 播报之前更谨慎一些 不过国民党立委认为 NCC是政治打手 上午还特地拜会代理 主委翁伯宗 要求NCC裁罚 应对各家媒体 用一视同仁的标准检验 这个处理标准 我们是没有办法来接受 我们不是要袒务 某一个电视台 而是说NCC应该是一个 独立自主的单位 他要一视同仁 不能够专门去修理 报韩国瑜特别多新闻的台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让人家看扁NCC 让人家感觉到NCC只是一个政治打手而已 拜会结束后 国民党立委不满NCC 在会谈当下会开放媒体拍摄 扬言未来将透过预算审查解散NCC NCC则强调身为独立机关会依法行政 绝对一视同仁 怎么样一视同仁 已经说得很清楚 所有的案子加民众有申诉 我们经过一定的程序 看有没有事实的查证 那如果没有的话 一视同仁的处罚 媒体改革学社有成员则认为 国民党拜会独立机关的动作并不恰当 不过NCC重罚中天一百万元 也有回应民意的意味 中天不满柴罚将提起行政诉讼 为该电视台的救济权利 NCC的开发理由是否完备 将影响诉讼结果 记者黄金郭俊玲台北报道 这其实我们在之前也跟大家聊过了 这个传播科系的学生 对于所谓的新闻媒体的不满 之前包括我们看到的中天新闻 去批评洪真理委员 世新的学生进行的这个所谓的反击 发起了我是新人 我反望中的这些所谓的 连署活动 没隔了几天 这个台师大大传所的同学 然后开始串联 今天有六百多个传播科系的学生 来开始进行这些 来参与这个连署 并且召开了记者会 他们的诉求其实很简单 就是希望NCC能够去严格的执法 然后能够去一视同仁 所以他们也寄了这个媒体试读的 这个教科书来给几个电视台 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来读这些书 勿忘初衷 那说实在的 就是在新闻台里面工作的 其实都是这些人未来的学长姐 那这些学长姐的表现 跟他们对于未来新闻工作的想象 或者期待是有很大的 这样的一种关系 或者是他们会有很多的 这种所谓的盼望 那当然它还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不过我们看到在这过程当中 传播科系学生站出来 其实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 第一个意义 其实这些人是在他 一个单纯的一个所谓的消费者好了 这个消费者对电视节目的不满 从一个所谓的商品的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是无可厚非 而且是非常非常 本来就会去做的一些事情 所以电视台如果他真的很在乎观众 电视台如果真的很在乎 他的所谓的 所谓的乐听众 就是观众的喜好 那么这些同学的意见 电视台当然要拿来做参考 即使你觉得我好像已经很努力 然后做得很好 可是看起来的同学们是并不是那么的满意的 那第二个其实这些传播科系学生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再去希望他的未来 就是未来的媒体工作环境 未来的职业的环境是能够更好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之下 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态度 就是我们看到会有一些学生对未来可能 原本很有理想 但是后来发现哇 这个媒体环境是这个样子 所以慢慢的对新闻工作的热情是减少 所以你也会看到有些同学他大一进去学校 好像对新闻工作未来想要去憧憬做这些记者 可是慢慢到了大师之后发现 哇特别是去实习 去实习回来之后就发现 好像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个样子 所以他就不想要去做 可是这个是一个相对比较消极的做法 但是看到这些学生愿意站出来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积极的一个非常值得去肯定 去鼓励的一件事情 那其实把这个时序再拉长一点 这也不是第一次台湾的传播科系的学生 这个上街头或者是去发起联署 其实在2012年反媒体垄断的时候 其实就有一群传播科系的学生就站出来了 那在更早之前呢 其实在公共电视立法运动 大概在1994年93年的时候 其实就有一群公共 一群这个传播科系的学生 就开始联署 然后去游说老师 去游说立法委员 希望他们能够去这个支持公共媒体 那在这个后来包括在1994年 也成立了这个传播学生斗争 当时这些学生也跟了几个团体 包括像台教会啊 陈社啊 台湾新闻记者协会 他们其实发起了520 反这个党政军退出三台大游行 在1995年的时候 那大概有三五千人 一个非常大型的这个游行 当时我们也在这个现场 因为我们那时候大部分都是 大学生或是研究生 那也参与了这个传播学生斗争 那当时我还记得很清楚 1995年的时候 我们除了在5月20号在游行之外 其实从4月份开始 就开始有传播科系的学生 以及民众 每一天都到台市的门口去静坐 我们还发起了这个一个连署 这个连署就是 如果这个党政军没有退出媒体 我们绝对不进去三台工作 当时包括政大、世新、文化、民传、辅大 这些学校大概有数百位同学的进行连署 我都会很积极的去看待这种所谓的 对自己未来的期许的这种所谓的运动 我想社会运动不是只有在反对什么 而其实它其实还反对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它更需要的是什么 而这个未来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 而这个处境也会跟我们未来产生很大的关联性 那我其实非常乐见看这样一个行动的这种产生 也对于这些同学们也表达非常高的敬意 好下面这一则新闻 其实也是在台湾 其实已经十几二十年历史 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 就是有关热身保留玉弄的消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报道 老生辽用于欧白商品里面 到边的门条四个三号 被拖掉好像村安门头留在那 老生不留住救会 不管台湾接文教重工 移民都是不知道 寻问之后接文教到新八市文化教 也打来打去 所以说再去整区来到卫福报顿情 如果去看大家就跟我们想 这心肝还是手机都自己起来 因为多少凡价 就是在大门 罗生辽永医的移民 早年被认为在有麻烦比 无忧党义 所以是被共济借离 自救会移民领委 辽永医大门是特别有意义的 他这很苦是依照 到本宿法定料的立宿建筑到到无法警官 兴党听到让他们感觉很心疼 由陆生辽永医的中间 几位吃醉 国家汗生病 医疗人犯很苦 自救会亚伯官 工程比切割 吃醉到的表案外包 反而未来会像 中BOT相关来用力探紧 以下 顾问以下 恐惧会被疲惧 我们听说有可能 有可能在这个园区的重建过程之中 会拆掉非常多的院设 很多的院民 他们的中继方案 有可能是被判到新大楼 我们非常非常的生气 因为我们的热身保留运动 十五年来 要求的就是让热身院民 可以好好的住地安养 我们在卫福部 或者是我们热身疗养院的 在第一时间 我们是都不知情 那我们对这个 也把达到非常遗憾 卫福报会员 会跟医民的訴求 立立考虑 例如接文教新增基础会员 接文条上座 只有三十年历宿 不及有文化祝賞的新婚 也不过 医民说 接文条历宿 只剩五十年以上 要求卫福报要 来请帖茶 并且马上回复 记者总和报道 很显然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失职 这个热身 因为当时为了要去盖 这个机场的 盖了这个捷运机场 就是这个 可以去停捷运的这个地方 或是那个捷运 可以去转环的这个地方 所以把一个非常重要的 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场域 或者是这里面 很多重要的一些历史的建筑 就被迫被拆掉 所以让当时有很多的 热身疗养院的阿公阿嬷 其实被迫移到一个 这个旁边的属立医院 让这个地方 原本热身疗养院 是一个非常适合养老 非常适合他们去 过去被压抑压迫 然后去心灵得到一个 解放释放的这个地方 那当然经过抗争之后 并没有全区域的拆除 某个部分 其实也要保留下来 作为一个园区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当时的热身 这个麻风病 或者是现在叫 汗生病的这个病患 因为我们对科学 医疗的无知 所以呢 这些很多的病患呢 当时他们就会不知道 在这种莫名其妙的状况底下 就被抓到了 这个热身疗养院 然后被禁绝在那个地方 然后可能十几二十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是没有办法跟他家人 去见面 那因为污名化 这个疾病本身 比如说我还记得 以前我们在看很多的电视剧里面 只要这个人得到这个麻风病 他都会被关到一个草屋里面 然后放火把他给烧死 所以这个所谓的丑恶的印记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胎哥的这个印记 一直跟在这些人的身上 我常常讲说 转型正义 就是要去对过去不正义的一些事情 去让他得以频繁 然后让我们能够从这个不正义的 这种所谓的状况 所造成的各式各样的压迫底下 去重新的反省 去重新的思考 那圣调王院 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他转型正义 绝对不是只有蓝绿的问题 不是只有所谓的国民党与否 外审与否等等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任何因为这个错误的决策 因为这种所谓的暴力 因为无知 因为个人的贪婪 所造成这个社会 集体的受害的问题 都是转型正义 恐怕必须要去关注的一个现象 那这根柱子虽然被移走了 虽然受到了伤害 可是其实这个伤害的背后 其实还是反映了很多人 对于历史的无知 或是对于这件事情 其实并没有很在意 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还是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失职的情况 好 现在谈到转型正义 我们要接下来看到一则新闻 是跟转型正义有关的 我们再接下来这一则的报道 现在开始出伤会向国安教 调看任提案 美丽的杜斯坚 但不先安静 这21比例正在当案 结果比他应求基比为理由过转 也因来立委断一康培平 总统府应该要提出台读 对处总统府拜五晚上 也很早看 用新闻过来点名过安教 说总统蔡英文 很关心改美的正义 总统府拜书党担救 也在联书说 有跟国安会拜书党李大为来开会 要求国安教检视机密党集 建议说 自己新闻40年前 美丽的杜斯坚冬逝人 也很希望能反观力所进行 我们希望就是说 在国安局的协调之下 能让这一批档案 尽早地被检查它的机密等级 那尽快提供 处长会跟外界来引用 那还原就是说 社会大众跟家属 期盼已久的真相 修专会说 任提案 但本身案件 都有对国的团围来调查 这个当案 国安局说 开设政府资料才没提供 总统府共调 国家安政会议 AE国国家机密保护法 加促转条例这些法律的规定 尽快来监视 当案的机密党集 加保护期限 相信主国家按作案 加实现 专行政议両则 并不冲突 记者 看到这个新闻 看到这个新闻 也是让家非常非常的 这个遗憾 也有点生气 就是既然促转会 都提出的要求 既然我们都觉得 转型正义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实在是搞不懂 这个国安单位 为什么不愿意去开放 这些资料呢 这些资料 如果不让我们去看到 去了解 那这背后的事实真相 到底是什么 那能不能够让 不只是让这个被害者 得到的这个冤屈 可以去刷 或者是让事情可以成名 让被认为的加害者 除的是追究责任之外 说不定过去 有很多很多的误解 那既然有这些所谓的档案 那就应该要去公开出来嘛 那这公开出来 其实也是一个 对社会大众 去负责的这一种做法 但是我们看到 国安单位不知道 什么样的理由 但是看起来 还是一个非常保守 或者是当你越不愿意 让人家知道 这背后的一些问题 那是不是有更多的 不能说的秘密 不敢让大家去看呢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想更 这个就更应该 积极的去把这些档案 打开 然后让更多人去知道 它背后到底隐藏了 什么样一些不义的事情 隐藏了什么样 糟糕的事情 隐藏了什么样 这些见不得人的秘密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在转型当中 转型正面当中 必须要知道的事情 就是可以原谅 但是不能够忘记 我们可以去原谅 但是不可以没有真相 在真相的前提 在真相必须找出来 这个状况 我们才有办法进行 后头的所谓的原谅 所谓的和解 或者所谓的究责 但是很可惜的是 我们在这件事情 看到了关卡 看到了一些 我们好像有人不愿意 让我们看到的这些问题 当然很希望这件事情 可以赶快的解决 让我们知道 到底真相是什么 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 关键新闻 我们下礼拜再会 拜拜